八尺门琴七奖金钟大赢家郑元唱杨景华出道多年首夺奖 第五十九届金钟奖戏剧位颁奖落幕 由八尺门的辩护人获七个奖项成为大赢家 林心如制作的有生之年夺戏剧节目等六奖 男主角吴康仁二丰逝帝 女主角杨贵妹也获释后 郑元唱跟杨景华出道多年首摘男配角跟女配角 成为感动一刻 今年特别贡献奖颁给已故摄影师黄伯雄和导演梁修生 以色列习黎巴嫩首都北交酿二死真主党向以色列基地设火箭弹 黎巴嫩卫生部19日表示 以色列习籍离国首都贝鲁特以北城镇朱尼耶附近地区 导致至少两人丧命 黎巴嫩政治与军事组织真主党则说 19日对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附近的一座军事基地发射火箭弹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住所19日遭一架无人机攻击 但他的发言人表示 总理当时并不在附近 终止总冠军赛师对古林瑞洋商退兄弟夺首胜德宝拉好投获选MVP 终止总冠军赛19日在台北大巨弹开打 统一师对先发投手谷林瑞洋英商退场让战局风云变色 加上中信兄弟德宝拉7局好投 打现在6局下狂冠7分 中场兄弟在4万名满场观众见证下 以10比4多下系列赛首胜 麦肯锡公司与中国合作 以威胁国安美议员要求华府调查 美国国会数名议员指控 全球型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 为如实揭露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情况 对美国国安构成重大风险 要求司法部与国防部调查麦肯锡 这几名国会议员指出 麦肯锡的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 且可能不服麦肯锡在联邦法律下应付的义务 看懂西班牙住房危机见量减少推升房价 年轻人租不起批财团炒房 西班牙住房危机延烧 付不起房租的年轻人 在全国各地发动大规模示威抗议 首都马德里13日也出现2万人游行 西班牙媒体分析主因包括住房成本飙涨 远高于薪资成长幅度 以及建物量减少等 无国界记者组织秘书掌赞台湾自由度 判发挥区域影响力 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秘书长伯如廷本周访台 庆祝亚太办事处成立7周年 他接受中央社专访表示 台湾新闻自由度堪称亚洲模范 可在区域新闻自由倡议有更多作为 但伯如廷也提到 要巩固民主社会的公共对话 台湾必须进行媒体改革 改善媒体缺乏编辑自主导致公信力偏低的问题 移民署驱逐西班牙籍诈骗犯法院 任程序瑕疵裁定释放 西班牙籍男子奥纳德 在意大利涉犯汽车租受诈骗案 在台藏身数年 近日被移民署要求限期离境 奥纳德17日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提审 北高型认定移民署执行程序有瑕疵 限制奥纳德人身自由与法无据 19日裁定释放 不过 奥纳德19日已搭击离境 移民署指出 此案依法强制驱逐国际诈骗犯 维护国家安全 奥纳德若在搭击赴台 将依移民法禁止入境 民众党遭指福报员工薪资坦承有误将补申报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竞选总统的政治现金 遭指有福报员工薪资 时任柯文哲晋总副总干事陈志汉19日表示 查账小组统整账目收支确实发现有些错误 不完全都属于福报 也有短报 统整后将一并向监察院部申报 民众为停远警掏枪警戒北市警 用枪时机无过当 台北市议员指出 有民众在小孩违规并排停车 看到警察后想驶离车辆 警察却掏枪警戒 造成民众饱受惊吓 中正二警分局说 汽车驾驶经远警多次制止 仍持续驾车移动 远警为维护安全 持枪警戒 枪口为朝向车辆及驾驶人 待状况解除后 远警就收枪 使用警卸时机无过当 同时将持续加强相关教育训练 桃园机场跑道 岁修封三天至航班大乱监察院 纠正桃机公司 桃机公司三月半里 难跑道岁修工程 其间航班大乱 引发民怨且影响飞安 监察院日前通过监委张局方 郭文东 陈景俊提案 纠正桃机公司 并请交通部都道民航局 及桃机公司检讨改进 开箱老照片 长荣航空推出Hello PT彩绘机 你搭过Hello PT彩绘机吗 2005年长荣航空 与三立欧公司合作 推出第一代彩绘机 机身彩绘着PT与好友们 精致可爱的造型 让许多粉丝疯狂 不仅是机身彩绘 机舱内装也布置成PT主题 从登机证 餐点到机上的用品 处处可见Hello PT的踪迹 空腹员也换上PT法式级围裙 让旅客沉浸在粉色梦幻世界里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